5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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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意老师讲的 他是一个很自由的争议 非常自由的 谁都可以做 他不分种族 不分国籍 就去外面 我随便叫一个人他都可以来做 对吗 就是因为他太过自由了 所以我们更需要 原则 要不然是大乱 这5个原则 不要小看这5个人 这5个原则 他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在组织里 你知道在专家里面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 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 最大的问题不是太多人 当人很多就有很多 人事问题 对吗 两个人在一起都没有问题 一群人在一起更多问题 永远都是人事问题是最多 很多时候很多人失败 不是失败又没有业绩 不是失败又找不到美 他是失败又不懂 如何处理人事问题 得罪很多人 得罪很多人离开 可以懂吗 所以我的原则呢 如果每一个人都去遵守 他可以解决 所有职销里面的人事问题 相信吗 你们必须要去遵守 我做职销道清权 从来都坚持这5个人 从来没有办法 好 所以今天我要知道什么组织 什么组织就做上 永远都是从自己本来 好 第一个 我把它背成9倍成5分次 就不要让你急 消极 急 不 往 下 消极 往下 就是只要有任何消极的东西 你不可以往下 你懂吗 往下是什么意思 就是往下线 就是不可以跟你的下线 很多人讲说不用紧的 那个下线是我的妹妹来的 我跟她很靠近的 我跟她很熟的 消极不往下 你懂吗 那个不用紧的 那个下线是我的老婆玩的 消极不往下 只要他是你的下 就可以往下 你懂吗 什么是消极的 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我说是我的姐姐 我姐姐跟我是不是一起长大了 她了解我吗 她了解 不过今天这个行业 我们必须要作为 另外一种关系 上下线的关系 好 所以我可以看到妹妹讲说 哎呦 有时候讲话的时候 很难卖啊 这场便宜 我去这么多 不说没有那道买的 这种是属于什么 小姐 不过她说我姐姐哦 不过她是你的下线 你就不可以这样想 对吧 第二个吗 所以消极不往下 这样 叫往哪里啊 往上 是不是往上 真的没办法就往上 我可不可以自己解调 可以自己解调的 可以自己解调的 问题可以自己解调的 我们多读书 多听 多上课 很容易就解调 对吗 不一定要往上 因为上线也是 人 你信不希望有上线 有下线哦 每天给你积极的东西 信不希望 希望 希望吗 你希望你要相信 全部的人给你很积极 很正面 一个人想有很多销 要不要 要 终于自己本身开始 对啊 对啊 那你上线帮我消极 哪里上线 喝谁了 这边还帮我杀了 可以吗 可以 哇上线你放心 这个也没问题 我吹杀了 你不要管我 你放心 我自己来 我需要你帮忙走 我一定会找你来 我一定吹杀你 不然的话 我这里 躲上跳下来给你看 哈哈哈 stay 哇 老个人想要上线高兴 老板赛 对吧 第一个来帮你 因为你最值得帮 对吧 所以我们 上线我们也是要 比较积极 因为你希望有这样下线 首先你必须带 这个早上半天好 对吧 可以上线 会模仿你的 你为什么 他会模仿你的 好 所以很多人讲说 消极是可以往上 我说未定 可以直接交出钱 可能要成功 没有其他办法 你必须要正面激情 好 如果说你真的 没有办法 讲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是消极的 那怎么办 不要讲话 对 闭嘴 没有办法 不要讲话 一直到你可以讲 积极正面来 好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可以讲 嘖 那 那很常 因为 有可能 你跟另外一个人埋怨 那个人可能也是 刚刚 种了很多很多的 在外面 种了很多很多的冷水 甚至 在外面给顾客 几个顾客重伤 或是给他最好的朋友 混饱很够力的 回来 再给你多一起 补食啊 对吗 有可能 他刚刚 放弃他的 工作 有可能 刚刚放弃他的生意 来这边全职 给你一句话 补食 你已经想到一个家庭了 对不对啊 对 所以 有什么 自己吞下去 或者自己去剪掉 可以吗 可以 第二 好意见 对 往 上 有好的意见 往上传 把自己收起来 有什么好的意见 或者你认为一切东西很好的 不要只是在你的组织里面 做 不要以为你这样做 就可以占整个市场 没有他 这个观念是肯定错的 不要以为 没有人对你抢 你就可以占整个市场 也未必 你有懂吗 有什么好的意见 我们往上 如果真的是好的意见 我们几个这么英明的预导 他肯定是会财了 对吧 而且 老实讲 也未必是好的意见 有个人 这个是人家经犯过的错误 对吧 你往上可能会有一个 更好的方法传 你懂哦 好的意见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意见 往上传 好 第三 螃蟹 布 交 不交 长 螃蟹之间 不交 长 就是不要混线 什么是螃蟹不交 长 什么是螃蟹 懂什么是螃蟹吗 什么是螃蟹 什么是螃蟹 不是上线不是下线就是螃蟹啊 你懂吗 如果这个人看他不是你上线 他也不是你下线 他就是你螃蟹 你懂吗 螃蟹和螃蟹之间 没有合作 听懂吗 比如说今天 这个A组和B组 A有一个组织 B有一个组织 他们各自是螃蟹 就是说他们 之间一定会有共同的上线 对不对 这边一定会有共同的上线 这个A和B 是不能合作 搞回应的 听懂吗 不能够的 除非到现在 听懂吗 然后这个上线也不能任另外一个组织的人 合作 除非到现在 听懂吗 如果合作在一起合作的话 会怎样 会怎样 不是啦 就会有抢线的问题 听懂吗 他会有抢线的问题 因为没有人管达 管得到 没有人会去注意 会成 诶 这样就会小心 就会有很多问题出来 就 如果说这个人已经搁置出来 开始脱离 就自己 把自己的组织搞好 可以吗 可以吗 没有 要不然的话呢 就会有很多 抢线的问题 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我们可以避免掉就避免掉 很多时候 他会抢线是因为自己不是制造出来的 制造有这样的机会去抢线 好 那边我也顺便谈谈 抢线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好 抢线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通常我 如果有足够长远的想法 我是不错 我都只剩这么多年 我从来都跟人家抢线 从来都不抢 因为他不跟我是一个损失啊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自信心啊 对吗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话 他会想要跟别人 我就觉得 我找别人比较好 我再继续的找比较好 因为这场是永远不会晚的 我不要因为一个人 或是一个业绩 而错失掉整个大集合 听懂吗 有时候我觉得 我让你才最好 我不要花时间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 前面的目标的挑战还够大 我不要再去制造小小的问题 来困扰自己本身 听懂吗 所以 当然各自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看法 这当然是我的解决 对吧 当然东京后你是一个领导人 你要处理里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最重要是要公平 公平是最重要的 不忘读我 你把自己定位在领导人 好 去哪 下一个 对吗 永远没法会调 资产不会调 好 可以说到了吗 可以 所以最重要就是 当然我们不要去制造下落的机会 在一个分析里面 螃蟹螃蟹之间 不要交换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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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很没有感的 听懂吗 要怕别人外面啊 传销啊 传销啊 传销公司啊 还是别的报警公司啊 还在那边拿市场 有没有 那你上线的话 你在那边看 你会不会去封两下线 你会不会说 你不会说 所以里面 一开始就不要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从自己的开始 不要让你上线来做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第四 金 钱 布 九 粉 好 好 这边讲到钱啊 他就很没感 好 讲到钱就很没感 好 虽然钱是神牌 我对神牌 是很重要的 好 那就是说钱啊 要很清楚 钱财之间要很清楚 好 不过很多人 在立位就比较少了 这样的问题 好 为什么 因为在立位不用借钱的 对不对啊 在立位需不需要借钱 需要 需要 你很急很急需要钱 也可以的 对吧 至少不要等多一天 因为我们是每天都 都有钱 对不对啊 所以在立位里面 我很不需要借钱 好 如果他们 数目太大 好 数目太大的话 其实这句话 也不是说 不可以借钱 很多人 很多粉丝公司 或者很多系统 就讲说不可以借钱 是不是啊 有没有 好 因为我怕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是怕什么 他们是怕 你借他钱 他没有钱 他没有钱 还要上去 我从来 我借人家钱 我不怕他 他 我借他钱 怕不滑 我怕他 看到我怕 他赏我 原本打我的机会 打我的钱 因为我借他三千块 他死掉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 所以我们是借人家学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你六千秒 你给我疼 我可以接受他 如果尽量可以的话 我自己去赚 尽量在明天做这些快乐不可以 可以 今天马上做得到吗 你要不要的 你要 你找你任何一个商铁 他都会帮你做的 今天就可以做到 明天马上拿钱 是不是啊 用明天的 马上十二点后就可以拿钱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是每天都 费要 我们的钱每天都费要 一大队的需要 只要跟你说而已 对不对啊 所以 加入的话 我们不要借 因为当我们要借钱的时候 就是把自己的尊严 放到最低 也没有尊严 对吧 不是可以的话 我们自私欠 我们自己的尊严 那么讲到 货源 它也跟货源有关系 就说 你是借货啊 对吧 先叫上借货 你签出来啊 这种要清楚 这种一定要清楚 要不要小想 不要因为那些合货 要导致弄到货乏 这种都要清楚 我的看法是这样 要就 我要借货 我就当作这个货是没有的了 要不然我就不借 对吗 我要借 我就当作送给他 要不然我就不借 不要把它放在信上 听得懂吗 好 所以他讲什么 有借 有烦 再接就 不然 要做一个有信用 不要借信的时候 哇 叫你爷爷 叫你公告 要反见的时候 你不借真理 要叫他爷爷 是吗 是吗 这样的呢 没有人想跟你合作 没有人想要跟你合作 没有人想要跟你合作 好 所以我们要做人要想起来 好 不要想装不知道 丁丁 不能不能这样 好 多少钱就多少钱 第五 干 勤 不 揪 不是 这个也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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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都有 对吧 有时候搞不好 一人老婆来这边 或者一人老婆来这边 就这样 上下线 然后 热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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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热 我们也看 守不住 对吧 这个来 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是在称 是在创一番事业出来 不是赚钱这么简单 对吧 是要搞一个大事业出来 所以是在八鲜圆圆圆圆的 要坚持什么东西 外面的很多 是吗 不一定要在这边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要懂得 怎么样 要懂得 治理 这个叫什么 尤其你去年业高 你要业注意 对不对 我看到那个喜欢你的 共和中国 对吧 那莫名其妙,人家对这一项公司都不相信,不信任了,因为一个人导致整国法都完蛋 所以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尤其是已经结婚了 我那个就很大的困扰,那个就会制造很大的问题 对吗?去弄人家的老公,或者弄人家的老婆笑脸,那个就很严重 那如果讲说单身怎么办?单身怎么办?我是单身,他也是单身,那我要做和尚吗? 如果我是单身,他是单身,我爱他,他爱我,那怎么办? 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 这个叫很成熟的看待一件事情 很成熟的看待 所以通常我想说,先做你的一句,他再来讲 是吧?上完了,可能还有更多的选择 对吗? 可能你已经找到便 所以以事业为重 因为当一牵涉到,里面一牵涉到 他里面就会有一些关 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上下线,今天A和B 上线,是男朋友,B是女朋友 进来B位过后,才能死人 才变成男朋友 比如说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之前还是什么,之前不是上下线的关系 通常这样的情况发生 他的其他线 都会怎样?不是正常 都会觉得上线不公平 一定是帮他你朋友的关系 对吗?通常都会 虽然他没有,他很公平,不然他都会认为 你不一样吗?你是帮他你朋友的关系 他里面就有困扰,对不对? 不然我说螃蟹 他有一个上线 螃蟹在一起 比如说 然后再把窗帮在一起睡觉的时候 就会怎样? 批评上线 对不对? 上线,上线 每次帮你,你没有帮我了 对不对? 床上帮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讲积极那边的东西出来了 不会,通常讲消极的,对不对? 所以很多问题 所以通常最好就是成熟一点点 先上来 先上来一定最大量 给丢贪量 我们再来选 上面选择 也很多 对不对? 而且很浅光 可以吗? 可以 不要唱他一点点,鼻子就痒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 做我们效率成立 一些东西 这个行业 有这个行业的规则 他没有说一定 应该这样不一定 他还是有个规则 在干净 在引导这个行业 我从一开始 从一开始做出来 我从来就没有办法 你不会在我嘴巴里 听到一句消极的话 绝对不会 我只会给你答案 我只会给他 好 这些我都不会办 绝对 你抱都不会抱 想都不会想 所以我组织一下也都没问题 有问题的是犯错 犯这些原则 认为不重要 那些 他会从错误中学习 我们也不要说禁止得他 我们只是每次来上课 每次到每次 可以自己本身去做就好 别人做 那是别人的事情 你不要说他也做吗? 我不可以 这样就是他失败了 你要跟他失败 一个人跳楼自杀 也不一定 我们要懂什么是对什么所 我们要自己懂去珍惜 不要说他也是这样为果 不要讲什么 因为你成败了 是自己本身的 你要对你这一本身成败负责 因为你都可以负责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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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对 告诉我 如果 我